朋友人員頭戴防毒面具 整個人置身在白色煙霧中 殺死病沒聞的藥劑毒性強 民眾避而遠之 不過卻有竹蟲業者爆料 高雄市衛生局用的藥劑 濃度過高 自己的白色是覺得 我頭一有點不舒服 然後哭去又急促 然後一直冒汗 我平常的時候不會嘛 這款用於環境擁有的竹蟲劑 背面寫著面紋 要加水漆是250到500倍 但市府卻只是業者 藥汗水的比例是1比16 足足超標30倍 市政府不要為了要增肌好看 要效果就不顧人民的健康 我也不希望做 我也不希望我們同業 去做這個動作 過幾年之後得了一個 什麼洗腎啊 或是肝硬化之類的東西 太害怕登革熱疫情擴散 急著要把蚊子毒死 到頭來去毒害到人的健康 不過對此衛生局反駁 強調用藥都有按照規範 並沒有加大劑量 但卻沒有提到是否超標 專業醫師表示 藥劑內含的成分聞到摸到吃到 的確會對人體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噴釀石要避免待在室內 因應登革熱防疫所需 經事切評估後提高藥劑比例 屬於緊急防治 因為就擔心說如果你吸到的話 它會刺激我們的呼吸道 造成呼吸道不順胸悶 甚至會誘發氣喘發作 截至15號為止 全台的登革熱病例數 已經達到7310例 重災區台南占了6427例 位在麻豆這處民宅 讓衛生局很頭痛 雜物堆積幾乎沒有落腳之處 尤其是頂樓一堆瓶瓶罐罐 屋主根本沒在清 這二三十年來 這些東西就是有客人沒客人 我每天都是用芳香劑 精油 滑爐水 沙蟲劑 一直灑一直灑 波子發出惡臭 這麼多垃圾囤機 很容易滋生並沒聞 婦人屢勸不聽 環保局只好採取強勢作為 取得家屬同意 下週直接入內清理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控制仲